湖南虽处华中腹地 有诸多河流 水路四通八达 直通长江洞庭湖 而地理形势以山地为主 平原甚少 耕地面积低于平均水平 就社会时 湖南粮食产 产量低 平原耕地是极其重要的资源 古梅山地区 既无耕地资源 当地便发展出了狩猎文化 古梅山人多是些狩猎高手 有独特的技艺与术法 能够在山林中 获取宝贵的动物资源 竟也使得古梅山人传承至今 另有些沿着湘江 滋江 原江 泥水的地区 森林密集 也相应地发展出砍伐树木 扎成巨大的木牌 顺着江河去别处售卖为生的独特文化 从事这行当的人被称作排客 也是现代航运公司的主要组成部分 复杂的地理 自然环境 使得湖南虽处中原腹地 但人们的生活习俗 与长江以北各地区迥异 湖南人崇尚斗争 反抗精神 勇于开拓 这一切 跟湖南的自然环境 也是密不可分的 长沙东边是流洋 湘江支流流洋河穿进而过 此地盛产爆竹花炮 得以被全国人民熟知 而在解放之前 流洋境内几乎全是山地 人们生存异常艰辛 湖南人安土重迁 却也有不少人不得不离乡背井 翻山越岭去一山之隔的江西谋生计 流洋北边是平江县 平江属湖南越洋 也因境内全是山区 耕地极少 人们谋生极难 人口分不稀疏 平江县的占地面积 能赶得上一个相当规模的地极市 由于过去一直交通不便 难有大规模的工业入住 对外省来说却显为人知 平江县直至2019年 才摘了平坤县的帽子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流洋与平江交界处 是一片狭长的平原地区 土地肥沃 就是为了争取这片土地的归属权 流洋平江两地的人们 用各种方式来争抢 甚至大打出手 清政府也无力杜绝 对此很是头疼 许多老一辈的人们都记得当年激斗的盛况 那是清末年间 无能的清廷即将垮台 国家四分五裂 以无力维持安定统一 流洋北边有个镇子 叫做打虎 这个镇子与平江南边的纯西镇 已有上百年的争斗历史 每隔三年的清明时分 两个镇子上的青年壮丁都要聚在一起 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泄斗 直到有一方 没有任何能站起来的南丁才罢手 胜利方可以赢得中间的盗竹瓶 三年的耕种经营权 每次争斗 都会造成十数人死亡 上百人受伤 即使是胜利的一方 也会因此缺乏当年耕种的劳动力 为此 清廷也曾出面干预 后来两个镇子约定 用赛龙舟的方式来争取盗竹瓶 可随着官家干涉力度的减小 两地的龙舟赛越来越粗鲁 这龙舟赛颇有讲究 龙舟上的龙头是活动的 平日里要将龙头供在本地龙王庙中 刘阳人祈求刘阳河的龙王保佑 平江人则祈求密罗江的龙王保佑 为了防止对方受神灵庇护 比赛绝不能在刘阳河或者密罗江里进行 得在两地之间的小河中 到了要赛龙舟的日子 龙舟队一起到庙里焚香祭祀 将龙头取出来 再到江边将龙头安置在龙舟上 为首的人抗龙头 在龙舟赛上负责打鼓 大伙儿们听着鼓声的节奏滑奖 打鼓镇有个叫做刘又喜的 家中排行老二 这一年十四岁 上一次抢夺盗竹平的龙舟赛 刘又喜的父亲是抗龙头的 刘阳打鼓镇的人扛着龙头王小和赶 没想到平江纯西镇的龙舟队 竟提前安置好了龙头 偷偷绕到了河南边 一等打虎镇的龙舟队现身 便冲上去一顿打 刘又喜的父亲扛着龙头不便出售 被打得浑身紫青 直死死地护住龙头 两个龙舟队打起来 来为官的乡亲们 也加入了斗殴的行列 一时间 两个镇的人又打成一团难解难分 打了半日 刘阳这边落了下风 便有打虎镇的人去报官 等到兵友们带着刀枪 来维持秩序的时候 两边龙舟队的人都挂了彩 刘又喜的父亲伤得最重 官兵们把两帮人分开 按照约定还是要塞龙舟 刘又喜的父亲胳膊舌了 挥不动骨锤 加上打虎镇龙舟队的人 都有些伤痛 龙舟到终点时 比平江纯西镇落后了半个船 刘阳这边输了比赛 到竹平归平江 打虎镇人人都埋怨龙舟队 龙舟队内部则埋怨 刘又喜的父亲没有打好鼓 刘又喜出门时 都被乡亲们指指点点 一家人抬不起头来 刘又喜的父亲是个要强的人 受不了这么被大家伙而奚落 一天夜里 在自家门口找了颗歪脖子树 搭麻绳上吊自杀了 刘又喜心中万分悲痛 和家人一起埋葬了父亲 在家里躺了一整天 决心要去江西学本事 为乡亲们征回盗竹平 也为过世的父亲争一口气 道教历代张天师事 居江西英坛龙虎山天师府 许多附近的百姓 都会歇小的术法 江西又有不少文明的武师 不管是术法还是武功 能学得一招办事 便能不输平江人了 可江西那么大 以前就动心思 想去江西学艺的平江人 刘洋人不少 没几个真正找到师父学成的 刘又喜跟母亲商量了一番 母亲也没什么别的主意 便同意了 给刘又喜装了一大连干粮 一身他父亲曾穿过的衣服 嘱咐他万事小心 刘又喜悲起行囊 跟姐姐母亲告别 狠心一咬牙出发了 刘洋东边是大围山 翻过大围山就到了江西地界 大围山方圆百里人烟稀少 寻常人要走个三天方能走出大山 路途坎坷 刘又喜十年十四岁 套着一股出声牛犊不怕虎的气势 近一天时间就爬到了顶峰上 只见晚霞万道 刘又喜虽年幼 见到这番光景也颇为感慨 江西那么大 不知道何时能找到师父 山里飞禽走兽不少 当夜 刘又喜在山顶找了棵大树 爬到树干上分叉的位置 斜靠着树枝睡了一觉 好在这时是夏天 山上也并不十分寒冷 大围山东边即是江西境内 往北边一点是修水县 往南边是铜谷县 刘又喜自幼便听说 修水县能人意识颇多 下了山往北直奔修水县去 到了修水县却犯了愁 刘又喜身上没有盘缠 仅有一大脸干粮 和父亲曾穿过的几件衣服 客店是万万住不起的 这干粮勉强够吃七八天 就算真的遇见师父了 也未必出得起拜师礼 在县城里逛了一天 刘又喜想着找户人家借宿 虽然长期住下去人家未必肯 自己也不好意思 暂住个一两晚却容易 没想到 刘又喜找了五六户人家 说自己是想来找师父学本似的 路过此地借宿一晚 主人一听变脸色变了 连连摆手让他去别处 接着就把大门拴上了 刘又喜一头雾水 他不知道的是 湖南东部山区 常年有人去江西学艺 多是些好勇斗狠的排客 或者为了抢耕地 而去学武功的平江 刘洋人 本就是些想着一步登天 眼高手低的家伙 没盘缠了 便要在大围山脚下 进击阵子的民家借宿 常常赖着十多天不肯走 时不时还偷老乡家下蛋的鸡吃 老乡们苦不堪言 后来再听说是要来学艺的 一概不接待 刘又喜心想 这九水线的庄稼人推也小气 连借宿一晚都不肯 眼看天色渐渐黑了 无奈只能找个能挡风避雨的地方 将就一晚 背着搭链四处走了许久 刘又喜看见个土快垒的破庙 已经没有门了 屋顶的瓦道还都在 趁着月色摸进庙里 黑漆漆的什么也瞧不见 刘又喜把搭链往地上一丢 套着门框 拿搭链做枕头 昏昏睡去 隔天一早天色未亮时 刘又喜被踢醒了 一睁眼就看见个四十来岁的道人 被自己横在门前绊了一跤 烈烈切切地要摔倒 猛的扶住相按这才站定 道人回过头来看着睡眼惺忠的刘又喜 问道 你是做什么来的 刘又喜迷迷糊糊地说 我是刘洋来的 到这里借住一晚 道人皱起了眉头 问道 你做贼的吗 怎么不去老乡家里借住 刘又喜这时便有七分清醒了 坐起身子来说 我找了许多老乡 说我是来找师父学艺的 老乡便把我往外赶 你们修水的老乡太野小气 我祝他一晚又有什么干系 还能偷吃了他家的肉不成 道人一听到这里 扑斥一声笑出来了 将这里面的前因后果 跟刘又喜说了 刘又喜说 这也不怪老乡 是这些来学本事的人太不成话了 道人听刘又喜说话 隐隐有些骨气 心生欢喜 便问 我在收徒弟 你要不要跟我来 刘又喜眼镜一亮 问道 你是道士 那么你会打人的术法吗 道人说 我只会念经摘教 打人的我可不会 听了这话 刘又喜眼神又黯淡下去了 那我学了也没什么用处 道人好奇地问道 你这么年轻 不好好学一门手艺讨生活 尽想着跟人殴斗 你想学打人的做什么 刘又喜便把刘洋打虎镇 和平江纯西镇的恩怨 两个镇子如何要争夺 中间的道竹平 自己的父亲 便是打虎镇龙舟队扛龙头的 被淳西镇龙舟队打伤后 心灰一冷上吊自杀 等等纠葛都跟道人讲了 道人听完细细想了一阵道 你是想学本事 回去把平江的龙舟队打败 把刀竹平抢回来 刘又喜点点头 先生若是认识师父 请先生指点 大安大德感激不尽 说着刘又喜就做事 要给道人磕头 道人一伸手扶住了刘又喜 忙道 你若是不败我为师 这头也不必磕 这样我倒是知道 哪里可以学 你可听说过五百钱 刘又喜摇摇头 茫然道 没听说过 道人又说 是了 你们湖南那边管这个叫点打 刘又喜顿时抢白道 这个我听说过 说是打人有蛮厉害的武功 只要那么轻轻一拍 就能让人浑身痛得起不了床 先生请指点 道人说 只是想学这五百钱 得有钱才行啊 刘又喜说 学五百钱便要五百文钱嘛 那也不难 我去做工 赚够了钱才来拜师 道人说 现在怕是五百文已经学不到了 传闻清代康熙年间 一位叫做于克让的武师 将一门武功传入江西 其实拜师学义者 需向其交纳五百文铜钱 故民间称之为五百钱 清康熙年间 铜银比例高 五百文钱即可对出一两银子 而现实的一两银子 却可以换两千多文铜钱 是以学五百钱的拜师礼 得用银子作为衡量标准 道人告诉刘又喜 得准备一两银子 刘又喜愁眉苦脸道 这可就难了 如何能赚到一两银子 道人哈哈一笑 说道 我瞧你人挺机灵 你不如随我去做个庙里的香灯 每个月有五分银子的单费 包吃包住 除去买些零碎的花销 三年总也攒得下一两银子来 刘又喜思索了一阵儿 觉得可行 便应承下来 这道人本是修水县玉皇宫的当家 为人亲善诚恳 平日里常去修水县 大大小小的庙里照料 这天去达里郊外的一个小庙时 无意撞见了刘又喜 便将他带回玉皇宫里 刘又喜便在玉皇宫大殿 公公敬敬给道人磕了三个头 算是拜师入门 在玉皇宫住了下来 之后的三年礼 刘又喜将玉皇宫的香烛前纸 打理得井井有条 玉皇宫有五个香炉 刘又喜将献香十五支 蜡烛五对 前纸一刀分作一份 香客来时出二十文钱 买一份在大殿里供奉 十分方便 香客们对刘又喜赞不绝口 都说他勤快他是肯干 平日里庙中有些斋教法事 刘又喜也学得极快 当家的在坛上做法事 做到什么时候该用什么东西 刘又喜不等当家的开口 要便提前递过去 玉皇宫里的大大小小杂物 都安排得极为妥当 到第三年上 刘又喜攒出了一两银子 这天早上发了担费 兴高采烈地找当家道人 请求师父告知 何处可学五百钱 道人哈哈一笑 指着玉皇宫大殿外面 只见一位身材干瘦 其貌不扬 约莫四十多岁的男子 正坐在大殿门口的石阶上 调着一把胡信 这男子刘又喜时得 早在他刚来玉皇宫时 这人变隔三差五到庙里来 玉皇宫里压根也没人理他 不知他是做什么的 若说他是个道士 可从不见他上谈做法 说是相克 也不见他供奉相助 来的时候总带着一把胡信 在庙门口的石阶上 经常一坐就是一下午 刘又喜虽然在庙里干活 毕竟年纪小 有些孩童心性 平日里也没同龄人陪他玩耍 见着拉胡信的人有趣 时常端一碗热茶给他 在旁边听一会儿 只是每次总听不完一首曲子 就要接着去干活了 这中年男子也有时跟他攀谈几句 只是对自己的事知口不提 刘又喜将信江仪的问 这便是会五百钱的师父 当家道人说 那还有假 那中年男子听见了 收起胡信 站起身来走进店里 笑咪咪的对刘又喜说 你可知道 五百钱不是随便就能传人的 当家道人朝刘又喜点点头道 还不快去拜师父 刘又喜听了心中惊喜万分 赶忙跪下给那中年男子磕头 磕完三个头 中年男子把刘又喜扶起来 正色道 你这么年轻 我本不该收你的 刘又喜听着有些纳闷 又不解得看了看当家道人 那中年男子说道 这五百钱自女祖传下来 已有一百多年 向来不传年轻人 只因这一门功夫太过阴毒 打到人身上 立刻开始浑身疼痛难当 隔日身上会出现条条紫红 除了会这门功夫的人 和几个别的神医 无人能救 若是不及时救治 最多哀的九天也就一命呜呼了 若是打伤了人又不给他施救 这人九成是活不了 年轻人性子极脾气豹 若是因此把人打死了 有伤天和 三年前当家的跟我说 有个小伙计想学五百钱 我执意不肯收 当家的让我时常来于皇宫里看看你 我这三年见你为人亲善 心地宽厚 并不是那骄纵跋扈的人 前几日已经跟当家的商量过 愿意收下你了 我姓陈 混名开山 原来这人三年时常来于皇宫贤作 竟是考察刘又喜新兴来的 如此大费周章 可见这一门手艺实在难得 不能忘传 当家的道人恭喜陈开山收徒 陈开山也拱手向当家的道谢 刘又喜赶紧将自己 辛辛苦苦攒下的一两银子掏出来 连这个小布包交给师傅 陈开山接过了布包 对刘又喜道 虽然你性子温和 我仍要告诫你 咱们学五百钱的 门内有规矩 你这刘洋打虎镇人 刘洋共有三个会五百钱的 加上你是四个 以后若是动手打了人 三天内你可以上门去给他治 若是凶徒作恶 你出于诚挚之心 可以五天后让其他门内的人去治 或是告诉他去哪里找人可以治 但这种情况就有说到了 陈开山还没说完 刘又喜就着急地问 若是其他人不肯去治 或是忘了呢 岂不是就害了一条命 此话深得陈开山的心意 点头道 你能这么问出来 足见你心地人厚 不妨 若是喊旁人来治 他们晓得规矩 知道这是作恶的人被惩治了 必定狮子大张口 为难此人 你说 岂有这样一个敲竹杠的机会 别人还不肯的 从此以后其他人若是打了人 也会有喊你去治的 你也必须要个好价钱 回头 打伤人的会去你那里说明情况 你需得将这笔钱分一份给他 你将来若是打伤了人 也要这样做 刘又喜满心欢喜 赞叹道 没想到学这门功夫 还有这样的好处 不料陈开山突然面色一变 正色道 我们学武 是为了承恶扬善 可不是为了伤人命 好勇斗恨 你若是无缘无故将人打了 只为贪图钱财 或是打伤人后不肯施救 眼睁睁看着他死了 即使远在千里之外 这些事传到我耳朵里 定会寻到你身边取你性命 刘又喜指下的一身冷汗 连连说 师父放心 弟子万万不敢伤害人命 陈开山又将门派中的传承 渊源 以及种种门规跟刘又喜说了 无非是些不得欺负弱孝 勉励帮扶良善 不得欺师灭祖的事项 原来 自从先师于克让将这门功夫传开 在江西就分了三只 分别是青江 高安 丰城 陈开山便是青江这一只传下来的 三只互相游往来 梅人一一造册登记 从几十年前 就形成了一个四分十合的组织 挑选梅人极其严格 脾气急躁火爆者绝不可列入门墙 平日里互通生气 有江人打了的 消息总能传到梅人那里去 若是欺压良善勒索钱财 梅人定会出面严惩 只是这些门里的规矩 极少为外人之道 青江本就在江西北边 离休水很近 是以陈开山能够结识刘又喜 陈开山又吩咐刘又喜道 你可以住在玉皇宫里 每日抽一个时辰出来随我学 两年方可出师 刘又喜又朝当家的看了看 当家道人说 也罢 你就继续在这里住着吧 担费力钱还是五分银子 别耽误了庙里的活计 刘又喜万分欣喜 便跟着陈开山 到庙后面的一个小院子里 练功去了 这五百钱绝技 初学时是对着小树练 若是练成了 对着小树打过去 这树的外表丝毫无恙 但过不了几天 枝叶便开始慢慢枯萎 仿佛金庸先生 以天屠龙记里的七伤拳 随着练习的程度慢慢深入 要不断地换更粗壮的树来打 练习用的树被打死之后 必须烧毁 若是被路人不小心抗走 会给此人以严重的伤病 于被五百钱击打时的症状 一般无二 如此练了两年 刘又喜已打死了 粗细不同的十棵树 都由陈开山帮着一起砍倒烧了 这天 陈开山将刘又喜领到玉皇宫后山 一棵很是粗壮的树前 开言道 这棵树如果你能打死 就算学成了 刘又喜抬头看了看 这是一棵上了年头的张树 足有十几米高 一个人双臂合拢都抱不住 而之前练功时 打过最粗的不过只有碗口粗戏 陈开山功夫已经倾囊相授 也不用指点什么 便走开了 留下刘又喜在原地苦苦思作 怎么打 刘又喜笔划了半天 终于下定决心 对着树干离地 约有一米多高的位置 凝神俱气 一掌拍了出去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刘又喜除了在玉皇宫里做事 便是上后山去看这棵树 有没有枯萎 半个月后 陈开山和刘又喜一同上后山去看 只见这大张树被刘又喜打过这一个方向 树枝搭了下来 叶子都干黄了 另一面却欣欣欣向荣 丝毫不受影响 而激进枯萎的这一面 树干上竟还长出了一只心芽 陈开山叹了口气 如此也好 你所学已足够用了 从今天起 你算是出师了 日后在江湖上行走 遇见了麻烦 可以报我的名字 只一条 不准你收图 当下刘又喜诚惶惶惶惶的说 弟子知道了 当天 陈开山在县里的馆子设宴 将同门邀请了来 连同玉皇宫的当家道人一起 大家向陈开山 刘又喜师徒庆贺出师 酒席过后 刘又喜给陈开山 玉皇宫的当家道人 分别又磕了三个想投词别 第二天一早 刘又喜便背起包袱行囊 回到刘洋打虎镇去 时隔五年 去时刘又喜还是个孩子 如今回来了 刘又喜长得壮实了许多 打虎镇上却没有什么变化 刘又喜到的家中 发现家里已经空空荡荡 唐屋里留得一封信 刘又喜在玉皇宫时 跟念经的道人们学过认字 打开信一看 得知姐姐在本地生活 实在难以为继 惊人介绍 去长沙的一户人家做丫鬟 后来被主家取作片房 已经带着母亲住在长沙了 信中吩咐 刘又喜若是回家了 可以去长沙城南投奔 那年月 去江西学艺的人大把 学成者寥寥无几 刘又喜的姐姐 压根也不敢把希望压在弟弟身上 这时正是春天 离宇平江淳熙镇塞龙舟的日子 越来越近 刘又喜找到打虎镇的乡身 果然 刘又喜去学艺期间 宇平江塞龙舟又输了 听乡身们说 淳熙镇的人越发凶狠了 上次塞龙舟 淳熙那边的龙舟队 又跟自家龙舟队打了起来 把龙头都给抢了去 虽然后来官兵来 平息争斗 但人人垂头丧气 自然也没精神 这龙头已经重新做了 今年的情况还不明朗 刘又喜自告奋勇 要参与本次的龙舟赛 保护打虎镇的龙舟队 乡身们自然是巴不得多几个 能打敌壮年男子 欣然同意了 到了清明时分 大家伙儿一起去龙王庙里 取出龙头 一行人往河边走去 乡亲们跟在身后不远的地方 一到河边 只见纯熙镇的龙舟队 扛着两个龙头 在河边得意地嘲笑着打虎镇 刘又喜登时就撇开众人 直冲向那被抢走的龙头 龙舟队见状赶紧围了过来 可还没来得及去抓龙头 就见刘又喜速度极快 对扛龙头的人激出一掌 顺手把龙头夺在手里往回奔 那扛龙头的已经躺在地上呻吟了 纯熙镇龙舟队顿时炸了锅 一队人赤骂着就追了过来 可刘又喜神出鬼没 跑着跑着突然停下 对着身后跑在最前面的人又是一掌 这人扑地就倒 还把身后一个来不及停步地扮了个跟头 刘又喜边打边退 剑有追得紧的就反手一掌 但凡中了他一掌的 都躺在地上气不了身 只是杀猪般惨叫 不一会儿功夫 纯熙镇龙舟队十多人都被打倒了 横七竖八躺了一地 再也没人赶上来诺战 打虎镇的人都看傻了 纯熙镇只得临时凑了十二个人去华龙舟 自然不如打虎镇训练过的龙舟队 这一回 打虎镇轻而易举地赢了 夺回了道竹平 众人都把刘又喜当英雄 第三天上 刘又喜之身一人到纯熙镇去 配了若干副药 交给纯熙镇的香绳 说这是用来治他打伤的药 如今这名气算是打出来了 打虎镇进击有不少人专程来找刘又喜 要学这门本事 刘又喜想起陈师傅的告诫 一一推辞了 没隔几天 一位箭头情面极大的富家子弟找上门来 硬是要刘又喜收徒 不然便不肯走 刘又喜在家中四处环顾了一下 背起行囊出了门 这一出门 刘又喜再也没回来 身在长沙的姐姐和母亲也没再见过她 玉皇宫的当家道人和师傅陈开山 倒是见她来过一次 之后音讯全无 再后来 湖南各地都流传 有一位侠客 四处建议勇为扶威助困 不知道这侠客名叫什么 他用的武功是一种奇怪的掌法 只有一掌 却叫人疼痛难当 故事传回了打虎镇 大家都说到 这定是镇子里的刘又喜 刘又喜那独特的武功 被湖南人称作点打 至今仍流传在民间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